因应乐林族群健康运动需求 爱丽十业在今年三月 开设乐林健身房 爱丽乐建小站 提供熟林族群安全舒适的运动环境 爱丽十业董事长郑天爵强调 让熟林族建立微小的习惯 便能慢慢累积健康资本 那个现在这个小站 我就挂了一个牌子 上面就是写了这些东西 养成了一个好的健康习惯 那就是加0.01 就是百分之一 每一天加百分之一 每一天加0.01 你把365次方之后 它其实就会变成很大 37.8倍 应该养成一个健康的习惯 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了他们年长者要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要很安全 很安全很安全 这是我们非常强调的 所以我们才用所谓的熟 你看一般的哑铃 它就是硬的嘛 或者是杠铃也是硬的 那我们现在开发的 其实都是软的 光是软的像我想有 二三十项应该有了 所以我想不管是要训练他们的激励 平衡或者是反应 敏捷 所有的这些 所谓的功能上的 俊炼 我们都有开发一些 所谓的安全的这些 健身器材出来让这些人用 爱丽十页有四十年运动器材研发经验 针对长者需求调整运动器材的材质 并开发器材多元运用的方式 持续将乐林运动设备导入长照中心 饮法俱乐部等 为更多首领族带来健康幸福的生活 以上新闻由邹盈莹 黄勋威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